找到人交资料 PM面疆打赏3888 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也没有去欠任何的钱 他就突然出一张这样的字 我就马上立刻 我欠你什么来告诉我 我觉得没有打马赛克 这样子侮辱我的话 我就马上去警察局报到警 晚上10点多 又第二张post 这个人根本不认识我 找到人资料PM面疆打赏5000块 过后他就写女老前 你是他爸爸吗 你要我当作没事发生过吗 还是怎样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动意是什么 我personal问他 他不打我 他就走去微信我爸爸 他是要敲诈什么我也不明白 我们家里也是小康自家 就不是很有钱啊 那你是没有传逸吗 那你是没有传逸吗 没有 阿宁也没有 阿宁有没有去周边游 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全部 也是伤害到他 全部都是富龙人 就是带给我困扰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都没有去骗人 我没有去欠人 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我 我真的不明白 加上现在前面到我的家人 赵配全部付出大拉 讲他们是老钱全家 什么意思 如果你有证据指证我的话 我可以承认呢 我认为任何中间人都应该站出来面对 我愿意如果他有什么不对 这个 讲不可人可以找我 我会抓中间人 加协调这问题解键 而不是 像 没有责任的一直在破坏 然后我也提醒他 这个破坏万里你被抓呢 他会被招牢的 我也希望所有的寻主呢 应该加强寻主的那个管理 任何的一些有设计 个人的破坏 或者一些功细性的都应该够领